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表示 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下 对这个地区的投资主要在于致力区域繁荣 国务院暗示美国的策略不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直接竞争 而是通过鼓励民间部门投资提供更加可持续的选项 几个星期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美国将向新兴亚洲市场的新科技、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1.13亿美元 有些分析指出这是在回应中国的绝集 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香你好 是荣香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院主管南亚事务的高级官员 星期一是在华盛顿的外籍记者中心进行了一场简报会 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中是详细阐述了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在这个简报会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是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对亚太政策 那么国务院主管南亚及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卿爱丽丝威尔斯 几天之后将启程前往越南的河内 并且参加一场有几个南亚国家所主办的印度洋会议 而在9月初美国国卿蓬佩奥也将出访印度 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个地区的频繁出访主要就在于加强美国和印度太平洋地区 这些国家的关系 而美国对于这个地区的投资以及援助 主要是在推动一个互惠持久的伙伴关系 并不是在针对中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丽丝威尔斯怎么说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我们支持符合国际标准 能够持久透明 符合当地国家需求的投资项目 美国希望和中国发展以结果为导向 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显然的美中在一些方面能够彼此合作 在其他领域存有紧张关系 但是在南亚地区 美中有许多目标是非常类似的 美中如何合作提升这个地区的贸易 提倡经济繁荣 如同美国总统川普所提的 美国寻求的是一个公平互惠的贸易 以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体系 美国官员还强调 美国和中国在这个地区有许多共同利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国务院主管中亚及南亚事务的 副主理国务卿艾丽丝维尔斯怎么说 在南亚地区 我看到美国的利益和中国 在许多方面有所重叠 我们都希望这个地区的恐怖主义终结 我们都希望看到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有所进展 美中也一致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 这些共同利益提供了美中展开对话的基础 副主理国务卿艾丽丝维尔斯刚才提到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几天前阿富汗政府宣布了将单方面有条件的与塔利班进行停火 一项支持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直接进行对话的美国国务院 当然也立刻表示支持并且欢迎阿富汗政府的停火计划 把现场交还给棚内 是荣香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 尽管主管南亚事务的副主卿今天并没有提到朝核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 在传统上和朝鲜是存在有外交或者是经贸关系的 那么在朝鲜问题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 美国立场非常明确就是这些和朝鲜进行往来的国家 还是必须有效确实的执行在联国安全理事会之下的决案 来实施对朝鲜的制裁方案 直到朝鲜达成了完全不可逆转 并且可以何时的去核化 那么另一方面在8月19号 也就是刚才过去的这个星期天 几十名年迈的韩国人在两韩的边境 和居住在朝鲜的家庭成员进行团聚 这是三年多以来的第一次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这些失散的亲人 星期一在朝鲜金刚山旅游景点见面 之前韩国亲属乘巴士越过边界抵达朝鲜 在为期三天的团聚活动当中 亲属们有六次见面的机会 会面在朝鲜特工的注视下进行 自2000年开始 南北双方总共只有20次亲人团聚活动 上一次是在2015年10月 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拆散了数百万个家庭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分离以后 许多人等不到与亲人团聚就过世了 绝大多数幸存者已经超过80岁 迫切想与家人团圆的 也包括从未有机会参加团聚的韩裔美国人 学着外交努力来解决朝问题的这些外交努力 继续持续当中 两行的关系也逐渐出现了暖化 那么美国非常强调一点就是 联合国针对朝鲜制裁措施并不会出现放松 美国也呼吁各国尤其要采取措施 来提防朝鲜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行为 把现场交还给棚内 好的 感谢荣香带来的报道